花蓮县政府两年前全面进行电子设备盘点及规划 并且向教育部争取到经费还有自筹款 总共是5.5亿元 在花蓮128所高中以下学校将近1900间的教室全部安装冷气 25号上午现场徐正蔚特别前往了美轮国中举行启用室 要提供给孩子们舒适的学习环境 4月25号这一天花蓮地区气温29度 天气可以说是相当的颜热 为了提升学子们舒适的学习环境空间 花蓮县政府在两年前全面盘点电力设备盘点以及规划 并且向教育部争取经费 配合行政院在2020年7月宣布全台国中国小要斑斑有冷气的政策 办理公立高级中等以下学校电力系统改善及冷气装饰 以及能源管理系统计划 尽管遇上疫情援近以及材料短距的影响 在4月份全面完工 25号请了徐正伟 民俗长劳中教育处长翁树明 共同前往美容国中举办启用仪式 五 四 三 二 一 万万有冷气 向客庆出席 以后来请 教室内无论是图书或者是设备提升 我想这都是给孩子最大最大的这个协助 也希望孩子入到校园以后能够安心安定的来学习 当然现在这个极地我们的整个地球暖化非常非常严重 而这个夏天也这个温度频频飙高而且破新高 我想这个政策对于孩子到校能够安定的来这个学习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感谢国家的支持 那地方上当然还有很多的需要中央好的支持 我想这是一个好的政策 那我们感谢中央也为地方的孩子们以及教育界的伙伴们加油 那其实在整个建制的过程中 我想在东半部无论是我们的成本的提高或者整个电力系统 其实都非常的非常的辛苦 所以我要谢谢全县 我们一共装了128个学校 3600部冷气 那这个部分呢 花林县用16个群组 把整个128个学校分16个群组 而每个群组有群长 那让他整个附着这个群组里面的学校 让他能够如期如指来完成 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的捐据的任务 而谢谢每一个群长 以及他每一个干部 能够这个一一克服非常非常多的困境 尤其是花林 其实水电工也不是这么多 我们整个电力系统 还有整个冷气的设施设备 要同时都把它做好 是一个经纪困 是一个艰苦人物 所以谢谢教育处所有的伙伴 以及各校的校长 还有我们所有的群长 大家齐心协力 把这件事情来完成 我想最终 这个都是让我们的孩子 能够入校安全 安心安定的学习 既然学生表示 花林县将教育政策为施政的所要考量 以用爱散布教育的希望种子理念 要让每一位创业学生 能够迈向幸福的未来 为了孩子们有舒适的学习环境 花林县历布所有团队的努力 都是值得的 希望教导学生在环保概念之下 结育能源 创造环保永续的交易价值 记得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